懂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限制 更像是一种什么什么策略 背后藏了什么样的设计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一层层 揭开这款充电帽的真实面貌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Anco Primer 65W的充电帽 型号为A1335 我们这期视频就是对它做彻底的拆解 详细测试视频在咱们主页 还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最近Anco可是上了热门的 他们家的充电宝 电信用的不对引起了召回事件 这个我相信不用我们多说 把这个充电宝拆开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高端系列 它内部用的是什么电信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来拆解这一个A1335 这个充电宝一直放在这里 现在还有13%的电 这个咱们测试的时候 由于咱们没有用上OPPO的原装线材 造成OPPO的兼容性的话 测试有点不对 我们这期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根线材是OPPO小方屏里面自带的一根线材 我们就用这个线材来测试吧 这个是OPPO的A3 Pro 它的充电功率是65瓦的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超级闪充已开启 最高功率可以跑到56瓦左右 这就是OPPO的65瓦的超级散充啊 然后这一部手机是最新款的ACE5 同样的超级散充已经开启 而且是智能急速充电 最高功率跑到了59瓦啊 接近60瓦的功率 这个也是很足的功率了 确实是这个充电宝可以支持 绿厂的S-WALK私有协议 测试视频由于咱们线材准备的不够 给各位老铁们带来了一些困扰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宝进行拆解 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壳体 后面没有任何缝隙 黑色的塑料盖子 应该是粘上去的 我们想办法把它撬开 取下这个面板盖子 也没有看到上面有螺丝啊 刚才看的不够仔细 原来它的缝隙是在这个地方 充电宝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这个非常的难撬 撬开的话这个盖子基本上就废了 主板内部有Anker的标识 上面是显示屏 这里有一个软排线 从下面连到上面来 这个是接这个底座的 泡棉双面胶 用来粘住这个前面板盖子 上面还有几颗螺丝 我们把它卸下来 经过几分钟加热以后 终于把这个电池拿出来了 也是通过泡棉双面胶 粘在底壳上面的 这个是用的聚合物电芯啊 这么高端的充电宝 怎么用这种聚合物的电芯啊 把这个电池的连接线 我们断开以后 拿出上面这一块主板 这个板子是通过排针 连接在底部这板子上面 这里还有一颗螺丝 我们把它卸掉 就可以拿出这个底部的主板 大家看一下这个散热硅脂 这是打得多厚啊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操作 底部是贴的石墨细的导热贴 底部这一层也是陶瓷纤维布啊 壳底的底部 两个磁铁 加一个底座的连接器 两片主板中间 这里还有灰色的导热硅胶 大概的清理一下 两颗电感就露出了阵容 然后背面的灰色的胶 也把它清理了一下 屏幕通过排线 连接在上面这块副板上面 断开屏幕总成 连接底座的软排 这一块是电池保护板 这一块是充电宝的主控副板 充电宝的主板就是这一块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板子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 介绍内部的电路 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款安客A1335 看参数可能会以为它是130瓦快充怪的 听起来是不是很猛 但是我们实测发现 它的130瓦输出能力 只能维持三分钟就立马降到65瓦 文波表现不优秀 兼容性还有一点挑 安客的Primer系列不是高端吗 为什么性能却出不来 或许工程师在里面动了手脚 懂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限制 更像是一种什么什么策略 背后藏了什么样的设计逻辑 接下来我们将一层层 揭开这款充电帽的真实面貌 在电池保护与管理这一块 这个充电帽采用的是 比较成熟且实用的设计方案 保障电池组的安全性 电池组由三颗单体容量为 4000毫安时的聚合物理电信组成 查不到具体品牌信息 很可能是小厂商定制 或者是贴牌产品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卷电信的做法 保护芯片CM1244ALBS 来自广东赛威微电子 赛威微电子成立于2008年 专注于理电池保护与电源管理芯片 这一颗芯片具备过重过放过流短路 及过温等多重保护功能 负责适时监测电池状态 确保安全 避免安全隐患 江苏长津科技的11N03A NMOS开关管 作为电池保护开关管使用 长津科技2006年成立 专注功率半导体制造 这款MOS管的规格为 赖亚30V 导主1.8毫欧 陆极电流114A 用于快速缺断电流 保障系统安全 采用了4IN101的电阻 和4IN2T的MOS管 组成的电池均衡方案 延长电池的整体寿命 两颗白色R2004精密采样电阻 保证电流采样的精度 与系统效率 一颗电量机芯片CW2217BA 同样是来自赛威威电子 支持电压电流及温度 和充电次数的适时检测 能够精确反映电池当前状态 旁边还有两颗组织为R002的采样电阻 确保电量尽量芯片 数据采集准确可靠 电池上面一颗NTC热明电阻 用于适时检测电池组的温度情况 充电宝核心控制部分 由一套性能均衡的MSU组合方案构成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来自东软载波的 ES32F3654LT 是一款基于32位MSU 东载软波2001年成立 专注嵌入式系统芯片的设计 这款MSU具备丰富的外设接口 能够胜任复杂的电源管理 协议处理 以及屏幕驱动任务 是这款充电宝智能控制的大佬 同时配备了北京造译创新的GD25Q64 EWIG SPI Flash存储器 容量为8兆 造译创新成立于2004年 专注存储芯片设计的企业 该芯片负责存储 设备固件和LCD显示资源 一颗4E型号EN72的六角芯片 为德州仪器出品的LMR14010A降压芯片 为主控芯片和屏幕提供稳定的电压供应 德州仪器1930年成立 全球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处理芯片制造商 贴片金正 为MSU芯片提供稳定的频率信号 保证MSU的正常工作 充电宝的协议控制与升降压电路 这款充电宝采用了深圳英级新科技的 定制的两颗IP9030协议芯片 深圳英级新 2014年成立 是国内专业的电源管理和快送协议芯片供应商 这一款定制芯片支持包括 OPPO私有协议在内的多种快充标准 深圳英级电路部分 这个充电宝使用了双路全桥拓补结构 配备了8颗江苏长径科技的 50SN03NMOS开关管 这一路4颗 这一路这上面2颗 背面还有2颗 这款NMOS的规格是 赖压30伏 导主3.8毫 漏机电流50安 应对大电流快速开关的需求 两颗缩大的扰线电杆 用于两路全桥拓补电路 外部有热锁管套助进行保护 深圳电路的滤波 搭配了三颗 上海永明电子PX系列固态电容 规格为220微法 纳压25V 分别置于电池端一颗 和两个充电口端各一颗 用来滤除纹波 提升输入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永明电子2005年成立 专业生产高品质 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的制造企业 电流采样电阻 一共采用了4颗白色的R2005贴片电阻 这里两颗 这边还有一颗 这边还有一颗 保障电路工作安全 分别置于两路全桥 升加电路的两端 同时还有多颗MLCC辅助滤波 输出端口部分 两个USB-C口 均配备了三颗MLCC电容 再搭配一颗贴片电感 组成LC滤波网络 抑制干扰及输出纹波 两个充电口的VBUS电压控制 也是采用的江苏长津科技的产品 一共用了4颗 型号为35N03S的NMOS开关管 每个端口使用两颗并联 保证开关能力及电流存在需求 规格为赖压30V 导主5.2毫欧 陋极电流35A 电流采样电阻R2002贴片电阻 为充电口提供电流简测信号 另外一个充电口 也是配备了同样的贴片电阻 底座的充电控制的开关 同样是使用了江苏长津科技的 35N03S 同时也搭配一颗R2002电流采样电阻 用于输入电流采样 每个充电口均配备ESD防晶电二极管 增强端口的抗晶电干扰能力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两个充电口内部侧面都为蓝色 细节光滑做工还可以 这个电池组上面是没有任何散热措施的 就是侧边式双面胶 缓震作用 正反两面都是贴的这种泡棉双面胶 壳底底部也没有散热的东西 关于这个电池没有用散热措施 我沉默了几分钟 主板的散热 石墨烯加陶瓷纤维的符合材料 这个是充电宝的显示屏 背面同样贴有这种陶瓷纤维的隔热材料 整机的散热材料就这一点点 上盖壳底上面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主壳底上面也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充电宝 拆也拆了 撤也撤了 到视频的最后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款安客猜到这里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 这台充电宝 使用的电路架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压根不是做不到130瓦 而是根本不想给你用到底 你看它的设计 双拳桥拓补 两路独立协议路径 八颗MOS管分布对称 因其心定制的芯片两颗 每路都配备了电感 滤波 采样 哪一样不是为高功率而准备的 就连输出口的VBUS 也是用了两颗MOS并联 这不是拼凑型的快充 而是典型的130瓦大功率输出的电路 但是你一上全负载 它就限功率 三分钟不到输出 从130瓦掉到65瓦 掉的是非常的果断 毫不犹豫 这不是性能不够 而是固件直接锁使了输出能力 为啥这么做 不是电路不行 而是这个电芯撑不住 你我多看了 电池是三颗4000毫安时的聚合物电芯 看着挺大 品牌查不到 规格没有标识 实际承载能力 可能撑不过长时间放电 工程师不是傻子 他知道你真的跑满10分钟 电芯可能直接炸锚 于是怎么办 限制输出 给性能套一层保险袋 从工程角度看 这是为了风险兜底 从商业角度看 这是在保护品牌形象 从产品定位来看 这就是一台有设计上限 但预设性能封印的营销型产品 它叫Primer系列 对标的是高端 卖的是体验完整 品牌可信 所以它必须看起来猛 但又不能真的跑得太猛 协议拳 接口多 功率标高 外形精致 界面有显示 这些东西用着舒服 用着安心 至于性能嘛 够用就行 反正大多数用户也不懂 你说它有点糊弄 也不是 它确实比小品牌做工好很多 但是你说它硬核 也谈不上 这130瓦 只是用来吸引你的目光 不是给你天天拿来榨干的 一句话总结 这一台A1335是安客 交给市场的答卷 它不是一台为极限而生的机器 而是一台让大多数人 买得放心 用得省心 但不会挖掘性能极限的 聪明产品 懂的人自然懂 不懂的人 那130瓦 几个大致就够用了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 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